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舔你 我 你礼貌吗 我一米六的身高 招你惹你了 这气我受不了 我得骂回去 对这个身高狗进行道德的批判和人性的教育 我仰起头 准备口吐芬芳 揪住我后领的大手突然上下抖了抖 我整个人也跟着抖动 帅哥大吃一惊 卧槽 你这么轻的吗 我沉默不语 芬芳都被抖回了肚子里 我想我是有了巨人恐惧症 我没骂 对面盘量调顺的高个美女骂了 薛凯 你不要太过分 我 奈斯 因为薛凯的男生放下我 随手帮我抚平外套皱褶 然后特别顺其自然地把手搭在我肩上 我不敢动 他哼笑了一声 皮帅的脸上三分不屑 关你屁事 美女是我如空气 眼底包着泪花 痛心疾首 薛凯 我说了我和陈安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聊过一段时间 偶遇过两次而已 是你误会了 你还要我怎样才能相信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和她来往了好吗 薛凯冷淡地瞥了她一眼 随意道 关我屁事 美女气得跺脚 虽然满眼不舍 可是见她现在一副油烟不尽的样子 实在没辙 只好撂下一句你先冷静几天 我再找你 依依不舍地走了 充当工具人的我看准时机 鼓起勇气小声道 既然没什么事了 那我先走了 快快把你的爪子挪开 薛凯没说话 握住我的肩头 把我转向她 于是我俩面对面 准确说 是我面对她的胸口 她绝对有一米九 可能还不止 身高和体型的巨大差异 让我在她面前毫无气势可言 她轻笑一声 低沉的好似大提琴 在耳边缓缓拨动 她弯下腰 眼睛和我的齐平 这张脸是真的妖孽啊 一双桃花眼深邃又多情 只这样被她看着都觉得心口发烫 我的心跳不可控制的快了好几拍 头好痒 要长恋爱脑了吗 马上 王宝串挖野菜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翻涌 我心如止水 薛凯愣了愣 刚才没看仔细 没想到你长得挺可爱 脸小小圆圆的 眼睛也圆不溜秋的 你是挺懂夸人的 嗨 在我家那天 我是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薛凯无所谓的白白手 她眼睛亮亮的 看猴一样上上下下将我看了一遍 你这么矮 轻得跟只猫似的 小时候不好好吃饭吧 我又气又好笑 轻横了她一眼 你这么高 力气又大 小时候只知道吃饭吧 你这小妮子 嘴皮子真利 薛凯又没一挑 凑上前说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 我踩了踩脚下的血 不想说 薛凯等得腰酸 只好直起腰 双手插兜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以后怎么做你舔狗 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仰头看她 只见她面不改色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她一开始说要舔我 不是说说而已 你能不能 我满脸纠结地说出了 极其不符合身份的话 别舔我 薛凯立马就不乐意了 不行 我说出去的话 就是泼出去的水 哪有收回来的道理 既然说了要舔你 就肯定舔到你心服口服 一个月不行 就两个月 等回去我就上网找攻略 你放心 我人聪明 学东西快 她到底知不知自己 在说什么 听得我头皮直发麻 我 别说了 求你了 薛凯扬扬下巴 得意地瞅着我 那快点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妥协了 慢吞吞倒 我叫 白雪 什么 她嘴巴张开 又闭上 还是忍不住 是白雪公主的那个白雪吗 就知道会这样 我深吸一口气 沉默地点了下头 白雪 她果然笑了 又轻声念了一遍 像咀嚼一颗软糖 黏腻腻地盯着我道 人如其名 名字也说了 我可以走了吧 我不敢看她 视线落在她的鞋子上 几乎是我鞋子的两倍大 她真的哪都大 当然 她看着我亮起的眼睛 微笑着甩出后半句 不可以 我双眼黯淡无光 语气微冷 你到底想怎样 别生气 她表情正经起来 从兜里拿出手机 给我你的微信 方便联系 头大 不同世界的人 干嘛要产生交集 看着她认真的表情 我不好直接拒绝 我忘记带手机了 要不你 直接告诉我 你的联系方式吧 我记在脑子里 回去再加你 她有点怀疑 记得住 我一本正经 嗯 也行 136 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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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咬字清晰 说得又慢 仍不放心 记住了 我点点头 一副记着呢 您就放一百个新吧的模样 背一遍 她眯起眼 脸上明晃晃写着你 休想骗过老子 我早有准备 不假思索地背了一遍 行了 你走吧 回去第一时间家 我知道吗 她话说一半 我就开始蒙点头了 她一脸无语 摆摆手 让我快滚 等走远了 看不见她的身影后 我立马从兜里 拿出手机 解锁 回复摄友求投胃的消息 我当然不会加她 她敢舔 我不一定能把持得住 越帅的男人越有毒 毒成恋爱脑 这辈子不就废了吗 还是离得远远的好 我睡得迷迷糊糊 突然被一声惊呼吵醒 我的摄友小方和老许他们 好像在聊什么八卦 我立马竖起耳朵去听 听说大一那神仙学弟分手了 你们知道不 早就传开了 这两天表白墙跟炸了一样 一堆人排队跟她表白 分手了就跟进了狼窝的羊羔一样 一个个都盯着呢 也不知道谁能拿下她 她前女友还去她宿舍楼下等她 哭着求她回心转意呢 听他们聊得热火朝天 我忍不住插了句 大一的神仙学弟 我怎么不知道 老许转头发现我醒了 摸着我的头发 目光和蔼的像着老母亲 你看你 每天就知道炫饭和睡觉 能知道什么 我从头上拿下她的爪子 打算恶狠狠咬一口 她灵活又快速地缩了回去 顺便给了我一个脑瓜崩 我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身子 多神仙 有照片吗 我看看 表白墙好像有 我找一下 小方不厌其烦地去爬楼 找到了 快看 我接过她的手机 点开照片 瞬间困意全无 我心惊胆战地放大 竟然是她 照片上的帅哥面无表情 却好看得让人过目不忘 清冷中又有几分野性 我无心观赏 只觉大难临头 怎么会是同一个大学的呢 别慌别慌 围着她的女生这么多 她肯定把我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淡定淡定 学校这么大 遇不着的 我的祈祷没有被老天爷听见 仿佛是命运的捉弄 再次见到薛凯 是在一个叫我甘到想死的时刻 我们学校有一座桥 叫夫子桥 又长又高 是去图书馆的必经之路 下雪后 夫子桥结了一层冰 特别滑 一不小心就能摔得大跟头 今天我刚好要去图书馆查找资料 下坡时 我小心翼翼 可是 怕什么就来什么 我一个打滑 整个人仰面倒了下去 脑袋在后 脚在前 身体飞速向下滑去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不停下滑 直到前方出现了几个高大的背影 我惊恐万分 来不及尖叫 直直向其中一个男生滑了过去 尴尬万分的事情发生了 我卡住了 是的 我卡在了那个男生的两脚尖 我心如死灰 双手颤悠悠地捂住脸 哟 我去 现在的搭讪方式会不会猖狂了点 古有寒信忍受胯下之辱 今有妹子为爱投身胯下 勇气可加呀 凯哥 你还不表示一下 看妹子都快羞哭了 一双手架在了我的腋下 像举小孩一样把我举了起来 我僵硬地像块老木头 无所谓了 现在就算被车撞的半死 我也只会冷笑着说声流 手放下 这个声音有些耳熟 可是我现代人已经妈了 无法思考 我脑子一片空白 他叫我放下手 我就真的把捂住脸的手放了下来 视线触碰到眼前这张熟悉的脸 离家出走的脑神经瞬间被吓回来了 原来人真的可以射死 旁边几个脑袋凑了过来 你一言我一语 哇 好可爱的小姐姐 小小支的 白白嫩嫩的 嘿嘿 我去 老三你收远一点 猥琐死了 别吓到小姐姐 薛凯皱眉 闭嘴 几个男生顿时安静如鸡 他凑我近了些 眼神越发犀利 我暗念 他认不出我 他认不出我 他 白雪 他认出来了 嗯 我捶着脑袋 念了巴基的 这谁呀 凯哥你认识 薛凯冷笑一声 架着我的手越发收紧 何止认识 那块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都他妈给老子滚蛋 老子要跟他好好叙叙旧 你们哪凉快哪待着去 他一声令下 几个男生听话的滚了 一直被这么举着 也不是办法 他手臂不累 我心疲了 我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举起右手 像招财猫一样 轻轻晃了晃 嗨 好久不见 他笑了 很灿烂 露出了两只森白 又尖锐的全齿 是啊 好久不见 自音咬得很深 我笑容越发牵强 是啊 不如把我放下来 我们找个暖和又舒服的地方 再好好续旧 他蒙了下 眼睛微微睁大 用真是人不可冒想 没想到 竟然是这种人的眼神扫视我 迟疑地问道 第二次见面就提出这种要求 不太合适吧 我虽然觉得他的话有些无厘头 但现在脚不沾地的处境 不容我多想 我只能哄着他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觉得合适得不得了 薛凯神色竟然透出一丝慌张 他抖着手把我放了下来 仿佛我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他飞快地瞄了我一眼 冷白的脸上泛起浅浅红韵 可转眼间 他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 神色瞬间阴沉了下去 有些咬牙切齿的质问 你是不是经常和别人去那里 对啊 怎么了 你不想去吗 我纳闷 我才不去那种地方 脏死了 他大怒 垂在腿侧的手指抖了抖 如果你这么不想去咖啡厅的话 我们去其他地方也可以啊 他怎么这么挑剔 咖啡厅哪里脏了 薛凯像一只被噎住了的老虎 张牙舞爪的气势 瞬间散了个彻底 憋了好久才说到 你说的是学校的咖啡厅 啊 granny以为 没有 快走 咖啡厅就咖啡厅 冷死了 薛凯打断了我的话 大声地盖住了我的声音 我挠挠头 觉得男人心才是海底针 虽然今天咖啡厅的人不多 但薛凯出现时 还是引起了一些躁动 男孩身材高挑 比例堪称完美 行走时 像只闲停信步的豹子 慵懒又冷淡 黑发白肤 五官冷峻深刻 眉眼间锋芒毕露 哪怕此时冷冰冰的模样 也同样招人 我走在前面 不敢与他并行 里面他去了一个 能挡住众人视线的偏僻角落 一坐下 他抱毙 逆着我 一个星期了 我看某人不是手机忘带了 是掉坑里了吧 一副我看你怎么狡辩的样子 我有些心虚 仍硬着头皮道 我说我没记住 号码你信吗 他吃笑 颇有几分阴阳怪气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 哪里哪里 我善笑 薛凯敲了敲桌台 你不会以为我在夸你吧 我赶紧摇头 不会 那你还在等什么 我实相地掏出手机 解锁 打开微信 从脑海里翻出他的号码 输入 添加联系人 很快 对面就响起了提示音 他操作了一下 我这边显示添加成功 可以了 我输了口气 悬在心间的大石头落地了 薛凯右手 伸到我面前 修长漂亮的手指勾了勾 我疑惑地眨眨眼 突然想起前段时间 抖音大火的那个视频 我 嗯 薛凯 嗯 我小心脏咯噔一下 纠结了好一会 瞄他一眼 他静静看着我 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我慢吞吞地把下巴 搭到了他手心里 他的手好大 直接把我半个脸都埋住了 我抬眸看他 他见眉轻挑 像是有点惊讶的样子 嘴角却忍不住上扬 撸猫一样抚摸了几下我圆润的下巴 才带着笑一道 手感很好 不过他凑近了些 眨眨眼 手机给我一下 人怎么可以在同一天射死两次 我把脸埋进衣领里 平住呼吸 想要把自己憋死 薛凯拿过我的手机 指尖大大敲了几下 然后递给我 我大大吸了一口气 决定还是要勇敢活下去 结果手机一看 傻了 他修改了备注 薛凯被改成了白雪公主的毒宠 我被雷得外焦里嫩 又骚得慌 可对面那人不仅跟个没事人一样 还阵阵有词道 第一次相遇是巧合 第二次相遇 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了 天命不可为之不知道 你放心 我这人既不拈花也不惹草 说甜你就肯定只甜你一人 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以后呢 有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你就说出来 能改我就改 改不了 就请你多淡呆点 我 我 我放你自由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舔别人 话音刚落 我不禁打了寒颤 感觉周围泥漫起一股森冷 薛凯放在桌子上的手 一点点收紧 拳头握死 手背上的青筋暴突 我惊恐地咽了咽口水 这种话你怎么说的出口呢 他的声音却比水还温柔 你这种不尊重我个人意愿 剥夺我舔你权利的行为 是多么的可耻啊 乖 以后别让我再听见你说这种话 知道吗 我眼泪汪汪地乖乖点头 您拳头大 说什么都有理 森冷的气息瞬间散去 薛凯眉开眼笑 我们同一个学校 你也是大一的 我摇头 我大三了 薛凯吃惊地瞅我 看不出来啊 你竟然大三了 你这模样说是高中生都有人信 那我甚至应该叫你 他缓缓凑到我耳边 声音低沉富有雌性 薛姐 他身上淡淡的冷香萦绕着我 我觉得耳朵都要酥掉了 撕 他叫薛姐的样子有点 勾人 见我不自在地偏头 耳间泛红 他才得意洋洋地退了回去 薛姐是南方人吧 你怎么知道 我好奇 说话慢吞吞的 声音软得要命 我一听就知道 他下颌微痒 笑容透着一丝侵略性 他的视线让我觉得有些燥热 本来咖啡厅的暖气就开得足 当下就觉得好热 热得皮肤发痒 我只好脱下了厚实的羽绒服 我抬头 发现薛凯神情有些异样 浓密的睫毛轻颤 目光飘忽 就是不敢看我 我想了想 才反应过来 今天穿的打底是比较贴身的 米白色高领针织衫 出门前草草照下镜子 发现竟然有几分波澜壮阔的视感 小时候总是长不高 老妈隔三差五就给我炖汤 还是坏了花样来的 结果身高上不去 营养反而补到其他地方去了 甚至有些过了 一度让青春期的我苦不堪言 我尴尬地咬着嘴唇 快速把羽绒服穿回来 生了一会自己的闷气 薛凯摸了摸鼻子 声音微哑 要不 我的也给你看 我当然没有看 瞪了他一眼 以为谁都像他 这么没脸没皮吗 没想到第二天 竟然会在宿舍楼下 看见薛凯 男生提着早餐 身高腿长 帅得像杂志上走出来的 自成一道风景线 来来往往的人 总要看上几眼 他面无表情 直到看见我时 眼神灼灼 我暗暗吐槽 怪不得今天起床 右眼一直在跳 薛凯两三步走到我面前 举起手上的早餐 睁着无辜的大眼睛 薛姐 我给你买了早餐 我才不会被这点小恩小惠诱惑 我冷笑 我不要 你离我远一点 我盘算着 现在人多 他不敢拿我怎样 我放点狠话 男生眼睛一眯 脸上神情瞬间变了 眉宇间透出淡淡的忧伤 水润的黑眸饱含柔情 他极难过地说道 你这话要把我的心都刺穿了 眼睛要湿了 哎 不被喜欢的滋味真难受 我劝你不要太荒谬 帅哥说话 总能让人盲目相信 周围人看我的眼神 宛如一个不知好歹的渣女 我受不住 扯着他到人少的角落 快别装了 薛凯一改 忧伤神色 眼神张狂 凑近了 有些不满道 薛姐真是铁石心肠 我无语 你想干嘛 我今天上午没课 给你送早餐 陪你上课 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 不用了 谢谢 薛凯 不行 网上说了 舔狗就是要为女神 安前马后 给他最贴心的照顾 你自己觉得这贴心吗 最终 他还是跟着我去了教室 摄友们张大嘴巴 一脸茫然 坐在我后面的小方 拍拍我肩膀 竖起大拇指 宝 你是这个 我和薛凯之间太过复杂 一时无从解释 只能对他们尴尬笑笑 倒是薛凯适应良好 别人的目光 与他如空气 他像一只优雅的猎豹 双腿分开 靠在椅背上 一手撑在扶手上 倚着脑袋 眼神慵懒地拟着我 我用眼神 示意他收敛一点 还有十来分钟才上课 教室里很多人 在抽空吃早餐 我鸡肠碌碌 打开薛凯递过来的早餐 是煎饼果子和烧麦 煎饼果子香味扑鼻 还加了很多料 我咬了两口 细细品尝 真挺好吃的 身旁的椅子骚动了一下 探过来一个毛茸茸的黑色大脑袋 薛凯猛地凑近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饿虎扑石一样 嗷呜一口 脑袋缩了回去 我手里的煎饼果子 只剩下一半了 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薛凯心满意足地 咽下嘴里的美食 用胳膊肘戳戳了戳我 吃啊 这家的味道还挺不错 我嘴角微抽 上面都是你的口水 让我怎么吃 薛凯看出了我的犹豫 呲牙道 不得了你 敢嫌弃老子 怎么会有这么凶的舔狗啊 我委屈地啃着手里 剩下的半个煎饼果子 好生气呜呜 但是打不过 我认真听讲 做笔记 他百无聊赖 在一旁玩我的头发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在手指上绕来绕去 也不见他腻尾 那男的是谁 薛凯指着身穿蓝色衣服的男生 问我 眼神不善 我们班长 怎么了 他哼笑一声 意味不明道 他回头看了你三次 我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班长人温和有礼 对我和其他女生一视同仁 薛凯突然道 快 把你的手给我 奇奇怪怪的 我不想理他 他直接抓起我的左手 食指相扣 放到桌面上 我正不脱手 有点生气 皱着眉头道 你干嘛 看那边 薛凯示意我看向班长那里 我一愣 第一次看见班长露出这种表情 清秀的脸颊面无表情 眼神沉沉的 班长察觉我的视线后 快速垂下眼帘 转了回去 薛凯笑得像个质得意满的大反派 薛凯 哼 小白脸也想和我争 我看着他雪白的肌肤 默默吐槽 谁是小白脸还不一定呢 你快点放开 他把我的手拢在掌心 轻轻一握 我的手顿时被包裹得一丝不露 你的手又小又软 跟没有骨头一样 真好玩 放开 我拍了下他的手臂 帮硬 半天时间都不到 薛凯被一学姐泡走的消息 不进而走 大家都是高素质大学生 更多的是看热闹 恶语伤人的话也不是没有 不过只有极少数 论坛上翻滚的都是 这女的 有点东西 真的酸Q 包 三不上篮而已 你别搞得像康复训练行吗 老徐捂着脸 一副眼不见心不烦的模样 我抱着球坐在地上 生无可恋 抢课时手速慢 最后值得选修了篮球 期末考核要求 三不上篮 十球 进六球 算及格 鬼知道 为什么从小就练武的 我竟然无法掌控一颗球 重修一次体育课 这种丢人的事 绝不能发生在我身上 我鼓起勇气 重新站起来 按照记忆中的步骤 一 二 三 上篮 篮球 成一抛物线 完美地避开了篮筐 弹出了线外 我叹气 追了过去 刚弯下腰 准备捡球 一双笔直的大长腿 出现在眼前 骨节分明的大手 抓起了篮球 篮球在他手上 就像一个玩具 轻轻一抛 极漂亮的空心球 帅不帅 有没有爱上歌 耍完帅的某人 在我耳边 得意洋洋到 我面无表情地 翻了的白眼 薛凯大言不惭 你这是什么表情 早晚有你爱老子 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 老许看见薛凯 宛如看见救星 白雪佳的 你自己女朋友 自己娇哈 我就先告辞了 说完脚底抹油 溜得飞快 徒留我尴尬地 待在原地 白雪佳的 薛凯重复了一遍 笑得像个花蝴蝶一样 还极其讨厌地 凑到我面前 哟 我啥时候成学姐家的了 也不通知一声 说完还嘚瑟地 将额前的发丝往后拨 那我也不能辱没了 这个头衔不适 就让我来履行 应尽的义务吧 我只觉得眼睛痛 我是有胡说八道的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薛凯突然正经起来 好了 不开玩笑 我真的教你 我摇摇唇 留下了 薛凯是笑篮球队的 给他的指点 绝对比自己瞎忙活管用 我的乖乖 别整这么艰难 好 手再往后点 对 就是这个姿势 保持住 教学中少不了肢体接触 室内篮球场本来就开着暖气 穿的又不多 好几次我都能感受身后传来的热度 我摒弃宁神 正有几分渐入佳境时 他突然停了下来 让我自己先练 跑到一边去大口灌水 一副很渴的样子 气息还有点沉重 也没运动多久吧 至于这么渴这么累 这体力真的是笑篮球队的 在考核前的这两周 他每天下午都会抽出时间 来给我集训 很快就到了考核这天 薛凯也来了现场 美其宁约检验教学成果 终于轮到我了 事实证明 这两周吃的苦也不是白吃的 投递十球的时候 我已经进了七球了 没想最后一球虽然进了 可我下落时不小心来了脚 我疼得蹲在地上一动不动 泪眼朦胧间 看见老师和同学们都围了过来 一个高大的身影 快速挤了进来 薛凯半跪在我旁边 平日里拽上天的样子 此时却焦急得不行 摔哪了 哪疼 我看看 我忍不住抽烟 右脚疼 一双结实的手臂 把我抱了起来 他对老师道 我送他去医务室 大庭广众下 我实在别扭 你放我下来 我可以自己走 闭嘴 你这脚还想要就别动 薛凯眉头紧簇 口气很凶 我红着眼眶 连往他胸口一埋 至少不要被那么多人认出 脚踝有些错位了 幸好没有走过来 不然加重伤情 就要打石膏了 医生给伤了药 又叮嘱一番 伤筋动骨至少要养个把月 幸好临近假期 很多课程已经节课 一周也就去几次教学楼 我没料到 薛凯每天都会来我宿舍楼下 背我上下课 去吃饭 其实 我觉得我可以点外卖 有时候真的不想出门啊 外卖不健康 可是 怎么 老子每天给你当牛做马 合着你还不乐意 怎么会呢 多亏有你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还差不多 我没想到会再次见到 薛凯的前女友 她带着一群人堵住落单的我 不同初见时 在薛凯念前温柔体贴的模样 她现在居高临下 盛气凌人地看着我 一开口就是恶毒的谩骂 你个不要脸的贱女人 敢抢我男朋友 她带来的人团团把我围住 隔绝了我向路人求助的可能 我皱眉 你误会了 她立声打断 误会 你当我眼瞎吗 你天天缠着我男朋友 要不是你 薛凯她也不会和我闹分手 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勾引她 她骂得没完没了 我本来打算忍忍就过去了 毕竟对方人多势众 我现在孤立无援 可是她骂着骂着 竟然扯到了我妈妈 你妈肯定也是个不要脸的小三 才会生出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女儿 我气得浑身发抖 忍不了了 有本事你就去找薛凯呀 你不敢去找她 只能来找我撒气 说明你清楚她根本就不会理你 再说 像你这种表里不一的人 被分手不是很正常吗 贱人 看我不思赖你的嘴 她红着眼睛冲到我面前 朝我扬起了手 她高高扬起的手 猛地被人攥住了 我背后贴上来一个宽厚的胸膛 我仰头 看见男生额头散落几丝黑发 有些喘 应该是不知道谁痛风暴性 她跑着赶来的 她的出现 像一堵墙 替我挡住了所有寒冰历解 我的身体开始回温 鼻头竟然有些发酸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对我学姐动手动脚 老子是不打女人 可没说不打贱人 薛凯一把甩开她 怒不可遏 女生满脸震惊 薛凯 我是西静啊 薛凯眉头夹得很紧 我管你西静还是东静 我看你是想找死 西静气得发疯 阴毒地瞪着我 薛凯你不要被她迷惑了 她就是一个勾引别人男朋友的婊子 贱货 闭嘴 看老子不削死你 薛凯露起袖子 脸色阴沉得可怕 你应该清楚得罪我的下场 西静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惊恐地看着薛凯 不 薛凯你不能那样对我 我看薛凯一脸凶神恶煞 手臂亲筋抱起 她是真的要动手 西静带来的一群人 在薛凯出现时 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她抖着身子一步步后退 眼泪鼻涕都掉下来了 嘴里不停求饶 我拉不住薛凯 她力气大 气头上真能把人打残 情急之下 我一把抱住她的腰 气势汹汹的男人 竟然真的一动不动了 乖乖给我抱 她红着脸 粗声粗气道 你干什么 现在不是时候 乖 先等我教训完这个坏东西 我们不跟这种人计较了好不好 我都饿了 我一边用眼神示意西静 让她赶紧走 她收到我的信号 转身就跑 站住 薛凯一声怒吼 西静抖着身子定在原地 薛凯揽着我的肩 把我推到面前 来 给我宝贝好好道歉 她原谅你 你就暂时没事 她不原谅你 那你跟你的家人 就不用在这里混了 对 对不起 你原谅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了 我真的不敢啊 西静颤着声音求我 泪流满面 我隐隐知道薛凯家事不一般 可直到现在 看着趾高气扬的西静 瞬间变成姚维起怜的样子 我才意识到 何止不一般 莫名有些低落 我轻轻开口 没有下次 西静感恩戴德地跑了 薛凯察觉到了我的低落情绪 声音带着两分小心翼翼 还生气呢 我现在就找人把她教训一顿 看她掏出手机 真打算咬人 我赶紧制止她 你别 我真没生气 我不信 薛凯皱眉 我扯扯她的衣角 露出一个甜笑 柔声道 好了 我真没生气 我知道你跟她没什么 薛凯尔跟着泛红 恶声恶气道 我跟她本来就没什么 是她一直缠着我 我就拿她来挡那些狂风浪蝶 说着 她自豪地挺起胸脯 你放心 老子的初吻初夜都还在呢 你随时可以 我手急眼快地捂住她的嘴 咬着牙根道 好了 可以闭嘴了 她意犹未尽 不满地瞥了我一眼 却也乖乖点头 我们这是去哪 我疑惑地看着薛凯 她把我拉出了校门 去吃饭 你刚刚不是说饿了吗 哦 那只是随口找的借口 早忘了 她狐疑地看着我 难道你刚刚是诶我的 当然不是啊 真的饿了 我无辜地眨眼 走 带你去吃好吃的 薛凯带我进了一家 看起来就很高档的饭店 还直接去了包厢 服务员十分熟忍地给她服务 好奇地悄悄看了我一眼 薛凯解释 我三叔开的饭店 他这里海鲜做得不错 喜欢吃海鲜吗 我点点头 来都来了 他功课果然做得到位 海鲜上桌 我还没动手 他就又包厢又拆卸 就插送我嘴里了 他倒是想 我给拒绝了 有点黏糊了 薛凯直直 我的脸颊 这儿沾了点酱 我拿纸巾擦了下 还有一点 他脱下手套 直接帮我擦 粗糙的指腹 在我脸上麻撒 别碰我了 你手指头有茧 好个人 我没好气地拍开他的手 他烦躁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凑得极净 眼里闪过担忧 像只因为不小心 刮花自己心爱宝石 而急得团团转的恶龙 你这皮是怎么回事啊 我轻轻摸一下都红了 比花瓣还嫩 以后怎么办 我红着脸 剃了他一脚 什么怎么办 你胡说八道什么 他把我抱到了腿上 低头看着我 眼睛又黑又亮 宝 我不想做田狗了 我想做你男朋友 他一点骨气都不要了 像只努力求抚摸的猫一样 额头蹭着我的脸颊 让我转正吧 求你了 好姐姐 你让我干啥都行 好不好吗 好不好吗 铁石心肠都要被他磨化了 我沉浸在美色中 迷迷糊糊的 也不知道硬了还是没硬 过后 薛凯斩钉截铁地说我答应了 我还说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 可惜爱在心口难开 我捂着肿痛的嘴巴 不敢置信 自从答应薛凯做他女朋友后 他行事越发肆无忌惮了 动不动就想把我拐进小树林里玩亲亲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有多好看 媚死人了 笑起来能要了老子的命 他像一个亲吻狂魔 一边吻还一边嘚瑟 他们都看不到摸不着 都是我一个人的 我这是多大的福气啊 我使了很大劲 才推开了一拳距离 他眼神却像钩子一样 死死钩在我脸上 我有点怕了 没想到他看着又拽又冷 骨子里竟然是个极狂放的 一碰到这事儿 就像指纹着鱼心的馋猫 不管不顾的 你怎么 怎么这么 色 我红着耳根 结巴倒 薛凯不满 追上来又亲了两口 这就色了 订婚以后 你不得休死 订婚两个字让我沉默了 薛凯看出了我的想法 恨得咬牙切齿 你亲了老子 老子就是你的人了 你敢抛弃老子试试 我都想好了 先订婚 等我到了年纪 咱就领证结婚 先跨过几年 孩子不着急要 你什么时候想要了 咱再要 要一个就好了 你先别想 我不得不打断他 我这样的 你爸妈不会同意的吧 像他那样的家事 肯定不会同意 他娶一个普通人 胡说 薛凯气得抓住我的腰晃了晃 我爸妈肯定喜欢你 特别是我妈妈 他最喜欢你这种 白白净净的小楠楠了 我惊了 真的 明天就带你回家 薛凯说到做到 第二天真要带我回他家 为了给他爸妈一个好印象 我七点就起来收拾打扮了 从头到脚毫不含糊 薛凯见到我时 目不转睛 宝儿 你今天真好看 薛凯家是大别墅 这我是早有预料的 我没料到的是他爸妈的 竟然十分热情 我笑着问好 才刚把礼物送上 他妈妈就轻易地拉着我的手不放 令我惊讶的是 薛凯爸妈 简直就是我俩的翻版 爸爸高大冷峻 妈妈娇小温柔 原来是祖传的审美吗 小雪 你终于来了 阿姨早就盼着你来了 阿姨拉着我的手 满眼喜爱 我害羞地低下了头 说出话少 大部分时间都是阿姨在说 她偶尔插几句 薛凯坐到我身边 揽着我的腰 下巴搭在我肩头上 妈 快叫张一上菜吧 你儿子快要饿死了 哪有人当着爸妈的面这么亲密的 我偷偷掐他 让他收敛一点 叔叔皱眉 看着糟心儿子 什么死不死的 说话没个把门的 我俩连早饭都没吃呢 你儿子饿死了就算了 你忍心让你儿媳妇饿着 阿姨一听 赶紧让人上菜 假期的时候 我带薛凯回去见了我爸妈 他一身西装革履 还提了许多礼物 嘴甜又勤快 把我爸妈哄得 都快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我大四毕业那天 薛凯一身正装 比平时还要帅一个肚 他手捧鲜花 走到穿着学士服的我面前 单膝下跪 宝儿 我不想做你男朋友了 我想做你丈夫 一辈子陪着你 呵护着你 好不好吗 我又哭又笑 伸出手 他珍重地替我戴上戒指 亲吻我的手 我们在众人的祝福下 相拥而泣 谢谢你 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以后的日子 也请多指教哦 薛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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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